欢迎回到新现场 来关心这个月22号 泰南地区发生两名警员 遭到歹徒杀害的事件 引发关注了 尤其是用枪时机 讨论很多遍 到现在还是卡在这个关卡 内政部已经表示了 鼓励警员大胆用枪 但不幸的事还是一再发生 有一名曾经破获重大刑案的警员 他哽咽地表示 这两名学长都非常勇敢 用生命留下典范 而这也带出了制服警察 其实在服刑的过程 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如果没有办法先保护自己 又要如何保护别人 而执勤的结构性的逻辑 为何又会失准呢 政府真的要好好研讨 杜绝汉事一再发生 8月22号台南发生杀警夺枪案 造成两名派出所警员殉职 隔天23号凌晨 专案小组在新竹市客运站 逮捕到嫌犯林姓吾 根据警方的调查 林姓吾是台南明德外溢间的逃犯 林贤因为强盗案被判7年10个月入狱 原本预计2028年要出狱 还剩下6年的刑期 但在一个礼拜前 从明德外溢间逃狱 22号上午的10点 他在中西区偷了机车 民权派出所受理报案展开追捕 图明成还有曹瑞杰在安南区追捕他时 遭他夺枪割喉杀害 我们会跟政委这边跟法务部 一起来研究相关的法律 是不是有这个修法的这个空间 那这个会进行讨论 这次酿成两名警员殉职 警方用枪时机再度成为焦点 陈仲彦表示先前已经修过一次法令 而针对用枪要点的部分已经做了调整 对于我们远警我们一直在鼓励 应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远警在执法上 在对于枪械的使用 应该是依照现有的规范 那在执法的空间上去做使用 那应该是大胆的这个 对于执法上去做使用 陈仲彦再三强调大胆用枪 因为已经有不少警员因公性质 引发了社会关注 同时对于公权力的执行存有疑虑 曾经破过暴力集团持枪连续杀人统事案 以及增破了跨境电商诈骗集团 过得今年模范公务员的刑事局侦察员 于元奎他表示 警员在第一线执行的时候 突发状况难以预料 一秒定生死的背后需要有力肩膀来支撑 大家都知道说身上配的强械 就是要保护好人 保护好自己 但是在千军预法的 这短短的不到一两秒的时间之内 真的要做出决定 真的非常困难 因为很多同仁都会担心说 一旦开了枪之后 后续要面对的问题 就是我们也非常期望说 就是往后像这类的案件 能够在远警 我们同仁在使用枪械的时候 他在使用之前 他就已经非常有好的心理准备 千军预法不一定是赔上性命 但是在弃拿过程当中 则是赌上了一条命 这背后强大的力量 来自于上级的单位 还有社会认同 不顾自己的安危 甚至说 甚至有些时候还要忘掉 家里面各式各样的压力 为人民 为社会来尽心尽力 杀警事件让警方士气受挫 破案的使命 这力量是来自于自己人挺自己人 而谈到了两名殉职的学长 于元奎有满满的敬意 和不舍刻在心里 警察的学长 学姐们 就是至上最深的敬意 尤其是我们在第一线 执行的制服员警 他们的风险是完全是非常高的 像这次事件 纵使说行凶的歹徒持有刀谢 但是我们这两位学长 还是愤死抵抗 没有后退过一步 对 虽然说他们最后 我们付出了他们的生命 但是我觉得 他们的英勇四季会永远 在我们的心中 年纪卫视张宇辰 赞人忠 台北采访报导